三哥 都成婚了 还叫我三哥啊 那应该叫什么 你自己说应该叫什么 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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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羞什么 官人 您就别掩饰了 都老夫老妻了 叫官人还会脸红啊 怎么就老夫老妻了 刚成婚 我觉得母亲说得对 母亲说什么了 我们这刚成婚 就应该多过一过二人事件 不能那么着急要孩子 三哥 官人 那这之后若是有了孩子 你该不会 连孩子的粗度要吃吧 这是个好问题啊 若是像你这样 是个女孩子 可以 要是个男孩 算了 拜托 因为坏了吧 本来是有点累的 但是看到你 看到儿子 就好多了 有了宝个儿之后 我们家娘子看我的时日 真是越来越少啊 你还真痴耳自粗啊 你看看儿子的小模样 长得肯定像俊秋 但是将来呢 他得像我 能闻能武 能经商 能什么都成 只要我们一家人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这说得没错 一家人在一处就好 在一处心无愁 是安宁 这百香油是我们新出的产品 特别适合产货的娘发 只要保证的每天涂 绝对皮肤比豆腐还嫩 这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青城县明显亲自试过 绝对是真的 真的假的 诸位 诸位 今日家中有喜 这百香油呢 买一赠一 过世不后啊 不后啊 好 die 来 来 来 回去都有都有都有 来 怎么会说我嘴还能笨啊 我娘子嘴可不笨 都怪我 是我 我随你 行 开我等我等 初遇慢走 慢走啊 慢走 慢走 幸亏宁宁终于初遇子了 要不让我一个人管着 燕容阁四家分号 那不得焦头烂额了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得回去了吧 是啊 别问了今天的大事 伙计 我跟夫人先走了 你们好胜看这铺子啊 是 夫人 走走走 满月鲤还在后面没拿呢 好 我去我去 笨死了 我陪你一起 官人 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 不赶紧去换身衣服呢 又不大帮特伴 不就是炖家宴吗 海如 来 陪我喝点茶 那是慎远和怡宁 不想高调铺张 怎么说都是宝哥的满月酒 你这当祖父的 也太不当回事了吧 我怎么没当回事 宝哥是长孙 我当然是最疼他的 我告诉你吧 我已经偷偷地帮他建书斋了 快快快 来人 帮二人换衣服 我再喝一口嘛 快 你们 这有辱丝闻哪 孙先生家 护部侍郎杨大人家 忠勤伯爵府 还有其他几家 都送来了满月礼 本来想着办得低调些 没想到还是惊动了这几家人 把这些礼 都放到库房去吧 一件一件可要记好了 到时候好回礼 是 这个月的阅历都发放了 发放好了 连同前几日刚回来的山哥 宣哥他们房 都及时补送过去了 好 我知道了 白管家 你先下去吧 是 七妹妹 大姐姐 大姐夫 吴姐姐 你们都来了 宝哥今天满月酒 我们怎么能不来呢 快看看我们阴影妹妹 越来越有当家主母的风范了 东西了 快 好 这可是你大姐姐 花了好些时日才备下的 让我瞧瞧 这个回头直接挂屋里就行 是我自个儿绣的万福图 祝孩子平安顺遂 幸福满满 那就多谢大姐姐了 你吴姐夫临时有公务来不了 只是我们夫妻俩的一点心意 好精致的小金锁 金锁保平安 希望你们母子都平平安安的 也希望我们一家人 和和气气 平平安安 官人回来了吗 当然还没回来 不过算算时间 应该也差不多该回复了 那我们就先去花厅吧 没想到 我就要当舅舅了 我先去花厅吧 平安 爹 既然已经当舅舅了 那就是大人了 要更懂事了 我今儿要回去 就再念一本说 你说这孩子 真的像肾炎小的时候呀 真像 你看他笑起来 像我们移民呢 咱们这小宝哥啊 是越看越稀罕人呢 你看这孩子啊 虎头虎脑的呀 你一看就是练武的材料 长大以后 来跑家喂活 我这大孙子啊 天庭饱满 一看以后啊 就是聪明伶俐的读书人 指不定像三哥一样 联动三远呢 行了 这孩子才多大 能看出什么来 只要我们宝哥 能开开心心地长大 最重要 三哥 也希望将来这孩子 是习文还是习武啊 那当然得多会几呀 记多不压身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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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